糖尿病人警惕三种常见疼痛,不光是血糖高了,可能是并发症来了,疼痛是身体一旦出现问题时,最直观的表现,尤其是糖尿病人一旦出现了身体某些部位疼痛的现象的话,很有可能是并发症的一些信号,尤其是以下这三种疼痛,糖尿病人发现了之后可别大意了,并非血糖高了这么简单。 第一种呢,就是腿脚疼,昨天门诊就来了一位糖尿病患者,这位患者他就是半年前发现小腿经常麻木,脚部不仅麻木,还有刺痛感,最近呢,明显发现走路都困难了,才到医院去检查,结果确诊了周围神经方面的病变。 通过这位患者的经历,我想提醒糖尿病患者,如果发现下肢,尤其是小腿,脚部出现了疼痛,麻木,乙形感,烧灼感,刺痛感,知觉下降,甚至是间歇性薄行,行走困难等症状的话,千万要小心,及时就医。 看看到底是不是并发症惹的祸,我认为啊,糖尿病神经方面的病变虽然并未在下肢,但其实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正所谓五脏亏虚,气血大虚,内脏真实不足。 也就是说,患者虽然主要表现为下肢的不适,但实际上是五脏虚弱,元气亏虚,气质血瘀,瘀血阻落,气血到达不了下肢,所以针对它的质量呢。 我从养阴益气,活血化瘀出发,调节气血,从而缓解刺痛,麻木疼痛等不是症状,方子里面用到了黄旗,补气固圆,柴壶疏肝解育,山猪鱼滋养肝肾,白竹,麦冬等健脾和胃,红花,单身,赤少等药材活血化瘀,通落。 第二种要警惕的现象就是胸疼,比如我这位患者,他就是经常感觉胸疼,而且还常出现胸闷气短的现象,结果一检查发现是糖尿病和病了关心病,临床上经常有这种患者,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呢? 一方面是受到糖尿病的影响,糖尿病人长期血糖高,血糖大幅度波动,这些因素都会损伤到心血管,另一方面是受到糖尿病人饮食习惯的影响,很多糖尿病和病关心病的患者都非常喜欢喝酒,抽烟,熬夜等等,这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都会引起心血管并发症的出现。 第三,糖尿病人要警惕腰疼的出现,肾气亏虚,肾经亏虚,和病骨质疏松的糖尿病人往往会出现腰酸背痛的现象,如果糖尿病患者长期不注意保养,或者营养不良,过度结实,往往会导致气血亏虚,从而出现腰背酸痛的现象,而且,中医讲肾主骨,如果糖尿病人长期过度劳作,过度孕得, 也会损伤到筋骨,损耗肾气,从而导致腰疼,肢体无力等现象的出现。 除了疼痛,糖尿病人也要留心自己身体是不是出现了臊痒啊,腹肿啊,寒凉啊等等这些异常现象。 如果长期存在不是症状,务必及时就医。 脚部疼痛,糖尿病足的前兆。 首先,糖尿病患者如果感到脚部疼痛,这可能是糖尿病足的早期信号。 糖尿病足是糖尿病并发症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由于长期高血糖导致血管和神经受损,使得足部容易感染和溃疡。 如果忽视这种疼痛,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感染,甚至需要截肢。 因此,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现脚部不适,应及时就医检查。 眼部疼痛,视网膜病变的警示。 其次,眼部疼痛可能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征兆。 糖尿病可以损害眼部的血管,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 如果糖尿病患者感到视力模糊或眼睛疼痛,这可能是视网膜病变的早期信号。 需要尽快进行眼科检查。 手部和关节疼痛,神经病变的信号。 最后,手部和关节的疼痛可能是糖尿病神经病变的迹象。 长期的高血糖会损害神经,导致手脚麻木、刺痛或疼痛。 这种疼痛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甚至导致行动不变。 因此,一旦出现这些症状,糖尿病患者应该及时寻求医疗帮助。 血糖管理助手的辅助作用。 在糖尿病的管理过程中,血糖管理助手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帮助患者监测血糖水平,及时发现血糖波动,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虽然它的功能强大,但在本文中,我们更强调通过自我观察和及时就医来预防和控制糖尿病病发症。 健康零食的选择无糖或低糖食品是吃活动。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饮食管理是控制血糖的关键。 除了日常饮食外,健康零食的选择也非常重要。 市面上有许多无糖或低糖的食品,如无糖饼干、低糖水果干等。 这些食品可以作为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零食选项。 更令人兴奋的是,一些商城正在举行免费领取无糖或低糖食品试吃活动。 这不仅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了尝试新食品的机会,也有助于他们发现更多适合自己的健康零食。 故事案例李阿姨的糖尿病管理之路。 李阿姨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她通过自我观察,发现自己的脚部出现了轻微的疼痛。 她没有忽视这一信号,而是立即就医。 其实诊断出了糖尿病族的早期症状。 在医生的指导下,李阿姨调整了饮食,加强了足部护理并开始定期监测血糖。 同时,她也参与了商城的无糖食品试吃活动,发现了一些适合自己的健康零食。 通过这些措施,李阿姨成功地控制了血糖,避免了并发症的发生。 糖尿病虽然是一种慢性疾病,但通过合理的饮食,及时的医疗干预和自我管理。 糖尿病患者完全可以控制好血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身体的每一处疼痛都可能是并发症的信号。 糖尿病患者应该保持警惕,及时就医。 同时,健康零食的选择也是糖尿病管理的一部分。 无糖或低糖食品试吃活动为糖尿病患者提供了一个探索健康生活方式的机会, 让我们一起努力,让糖尿病管理变得更加科学和有效。 腹痛 可鉴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急性一线炎。 糖尿病酮症中毒是代常阶段,可出现食欲减退,恶心,嘔吐, 腹痛等表现。 呼气中有烂苹果胃。 其次,急性一线炎也是腹痛的原因之一。 多为持续性上腹或中上腹痛,可放射至腰背部。 伴随有恶心及有兔。 应对措施出现剧烈腹痛应尽快就诊,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 二行糖尿就诊前,要注意是否是降糖尿引起的。 急性一线炎除了进食以外, 还需尽快完善腹部CT瓶扫及增强、淀粉酶等检查。 四,心前驱疼痛。 多鉴于心血管疾病。 糖尿最常见的有急性关脉综合征、 稳定性心脚痛、缺血性心肌病等。 这种疼痛可表现为, 心前驱的痛、闷、压迫感、紧缩感或气短, 可伴随有左肩部不适。 多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后出现。 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1到5分钟内缓解。 应对措施,日常应备好硝酸甘油等应急药物若含服后仍无缓解, 应尽快就诊,刻不容缓。 二型糖尤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心血管危险因素评估。 一型糖尤一旦确诊心血管疾病, 需个体化随访、监测, 至少每年检查一次血脂。